大家好 我来和大家介绍一道家常小炒 主料和配料是 青红椒 鸡腿菇 花生米 豆豉 姜香油 酱油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鸡腿菇给它切成丁 把这个青红椒也切成丁 我们把这个鸡腿菇先下到锅里面去过水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辣椒也一起放下去 所以烧开了以后我们把豆水一起加下去 好 这下子购完以后的青红椒丁 鸡腿菇丁 还有这个豆豉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给它放到锅里面 把水分炒干 炒干以后辣椒就不会那么辣 然后豆豉的香味也会出来 在炒干的过程当中 我们加一点点的羊巴就好 因为豆豉本身就有点咸味了 这些蔬菜的香味炒出来以后 我们加入酱油 然后给它拌炒一下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姜香油一起下下去 好的非常漂亮 香辣可口的家常小炒 我们就炒完了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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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